為了GO 我們一起看天氣 今天好熱 各地的晴朗也熱高溫 請大家留意一下 這兩天都是如此 白天的時候陽光很大 一定要預防曬防中暑 當然啦 午後靠山區還是發展起來一些午後的熱對流 這種熱對流叫做午後的局部雷鎮雨 靠山區附近 可謂說哪個地方 其實不一定的 因為要看到時候發展情境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現在有一點東南風 接下來到禮拜天禮拜一 有一點偏南風就開始出現了 所以禮拜一在封面的前緣會比較不穩定 預期禮拜二這道封面就影響到台灣 會更不穩定一點點 請大家稍微多留意一下 接下來禮拜三有一點東北風南下 所以再度轉為有正雨型的天氣 然後在禮拜四 五之後就有一個空檔期在這個地方 接下來其實有機會會變成是 有另外一道封面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五月底六月初那道 還是有一些變動空間 我們就靜觀其變 現在來看的話 大致上未來這幾天 等於下禮拜 這道封面過了之後 會有幾天較為炎熱的天氣 然後禮拜天呢 還是一樣 靠山區午後的雷鎮雨為主 西班部晴朗 非常炎熱 然後到禮拜一開始就有一點 這個封面前緣的不穩定的 開始午後熱對流會 靠山區會增加 會增加 更不穩定一點點 禮拜二封面接近就會降雨 不過降雨的量還有分布上面呢 我們再給大家到時候再觀察 但是呢 有可能會像上個禮拜一 520那道的封面 我們還要密切注意 但是不排除有這樣的機會 然後禮拜三呢 就慢慢的緩和當中 另外呢 在這幾天呢 其實要注意一下空氣品質 好天氣不見得有好空氣 整個像今天禮系頒布呢 空氣品質比較糟 溫度呢 晚上沒有太陽的時候 相對還蠻舒服的 請大家好好珍惜 然後東半部有一些鎮雨 明天 禮拜天 其實還是一樣 空氣品質比較糟 這個呢 就是屬於這種光化反應 因為吹得偏南風 這個時候呢 大氣穩定條件之下 這邊是被封面 這個陽光一進來 又再把原來污染物物加速的炒作 加速的反應 所以污染物物就跑出來了 本地為主 加上其實是光化反應 促使本地的污染物增加更多 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下敏感族群 高溫32度 請大家 32度還不算熱哦 大家要慢慢習慣未來的35度了 我們剛才建議週末晴朗高溫 注意防曬 靠山區容易有雷震雨發展 下週一封面就在北台灣會轉回不穩定 禮拜二接近全台有雨 可能有機會像是520 這個禮拜520那天氣請大家多留意了